兄弟 你要老婆不要 忠厚老实的立本 既用两万块钱的彩礼 就娶回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 立本秉持着不领结婚证 不攻克玉门关的初心 在地上打了一个地铺 当晚 立本呼呼打睡 秋月的手机响了 发信人表哥 内容 哄了男人 摸清家底 大事不妙了 次日 立本如愿以偿地和秋月领了结婚证 立本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对于他而言 这一张红纸 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更是登船的船票 人逢喜事精神爽 立本唱起了《甜蜜蜜》 秋月寄养 开始和立本切磋 天蜜蜜 你笑的天蜜蜜 立本如痴如醉地看着秋月 此时此刻 他觉得他是世上最幸福的男人 不出意外的 两人由纹豆升级成了舞豆 老母亲扒在门外侧耳倾听 脸上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 当晚 秋月的手机再次响起 发现人还是表哥 内容 白天手机交给他们 取得信任 次日 秋月在屋内坐着农伙 老母亲坐在门口坐着手工 老母亲是有先见之明的 他是怕秋月跑了 哪怕肚子想吐 他都要先给门锁上 立本被锁在屋外 只好将钥匙扔给秋月帮自己开门 立本对秋月是无条件信任的 但是老母亲却始终不放心 他指责立本不应该这么鲁莽 万一跑了怎么办 只有将孩子生下来 才可以说是摆上钉钉 正说着 秋月的手机响了 是表哥打来的 电话那头表哥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秋月母亲做手术还差三千块钱 做不了手术 也住不了院 立本是真真的老实人 他当即答复了表哥 表示明天就将钱汇过去 你哪这么多钱呀 在那半九十七 你也没买新衣裳 这就省了两千块钱 我再去借一钱 明天早上你把钱汇过去 让咱妈做手术 不知此时此刻 秋月的内心是否有触动 此日 立本独坐在家把玩着秋月的手机 老母亲推门而入 询问秋月呢 立本不以为然地说 去镇上回钱了 老母亲大惊失色 赶忙让立本去追 立本仍不为所动 老母亲心急 赶忙让大贵骑车带自己去追 大贵将脚踏板踩的冒烟 时间不大 两人赶到了汽车站 晚了 空空如也 两人失望地回到家 看着还有心情干农活的立本 两人炮火全开 疯狂吐槽 正在此时秋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干了个大干 难道老母亲想多了吗 并不是秋月的确有跑的意思 在会玩钱之后 她骑车来到了汽车站 询问了发车时间 为接下来的逃跑做准备 她之所以现在不跑 是因为她还要榨干立本家 最后一次价值 不 准确地说 是表哥要榨干立本家 最后一次价值 在人海中她看到了 寻找自己的大贵和老母亲 她一溜烟跑回了家 次日表哥下达了最后通牒 在榨干他们家 最后一次价值就跑路 秋月于心不忍 但是表哥才不在乎 正说着立本来了 秋月赶忙挂断了电话 做贼心虚的她扭到了脚 立本背着她赶忙去了诊所 当晚立本守在床边给秋月换药 老母亲从屋外端来了刚刚炖好的鸡汤 妈 您还没有买止咳药呢 哎 老毛病了 吃药也不管用 妈当然惦记你啊 少受点醉 早点好 秋月羞愧不已 次日表哥又打来了电话 两个字要钱 也不知道是逢场作戏 还是心有不忍 秋月哭了 秋月一哭 立本急了 她要将自己的房子抵押了 还要将自己家中两个半大的母猪卖了 老母亲没有反对 老母亲虽然小心 但是她没有坏心 大贵闻讯赶来 当局者迷旁观者惊 大贵苦口婆心地劝说 立本无动于衷 秋月在屋内听得真切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 心如刀割